好我们来看一下 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 徐真卫 我们知道这是夫妻 现任花莲县长 那他的排名是第一名 傅昆琦排名第四名 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 昨天结果揭晓 花莲县长徐真卫 跟他的夫婿立委傅昆琦 分别获得第一第四高票 因为中央委员都是 党代表选举产生的 所以徐跟傅两个人 都获得高票 显示他的家族 在国民党内的势力强大 对朱立伦的党中央 维持高度的影响力 那这个这一次的中央委员呢 其实选举相对 没有那么热闹 因为21届中央委员选举 应选人数210人 变成190人 然后朱立伦提名190人 180人登记 加上自行登记50人 等于230人 选出195个中央 190个中央委员 加95个候补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去登记 不是正选就是候补 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好那昨天有一个争论 其实记者昨天有问朱立伦 就是说 你同桌计划是不是因人设事 还有 傅昆吉回党的时间 才多久而已 为什么他可以参选中央委员 这个朱立伦讲 希望每一位同志一律 公平对待 大家共同参与党的运作 基本上我个人觉得 这个讲了跟没讲 好像差不多 那上报报导是说呢 朱立伦年后 启动县市党选战布局 党内大佬提胜选三原则 千万不可以有私心 国民党重量级的本土派大佬说 呼吁党内领导高层 千万不可以有私心 提名对策委员会 应该要扩大多元参与 还有呢 人选必须以有胜选实力为考量 等三大原则 所以我先请教佩君的 就是说 刚刚那个美丽岛电子报民调 那个国政调查 因为美丽岛电子报是每个月都做 一个事实就是 他至少在他民调 我们看到现在 国民党的青年的支持度 他是减少的 然后也输给民进党 你觉得最主要原因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个民调 我有两个看法 第一个就是说 民调他还是大家都知道 还是会有他的机构效应在 所以这个比例非常悬殊 我觉得一部分 是因为机构效应 一部分是确实 现实有这样的情况 那这份民调同时还提到 这个国民党的支持度 在台北是21.7 新北是10.1 那其实比云嘉的22.9 跟18.9都低 所以我觉得这跟现实的状况 大家应该心里有数 就是还是有一点程度的落差 那同一时间 这个一月左右 有台又做一个民调 民进党是23 国民党是19 然后民众党是9 时代力量跟激进各三 我觉得这可能比较趋近 现在大家一般人的认知 但是我并不会用这个机构效应去解释 或去回避说 国民党在年轻人支持度 被海放这件事 我是一直很诚实 想要这个面对这件事 同时我也不断的这个 有机会跟党中央建言的时候 我们都会特别针对这一块来谈 那其实我每次有机会跟长辈们 或者跟这个所谓的党中央 有机会对话的时候 我的建议其实很简单 就是不要做这个不擅长的事情 然后不要为了勉强跟年轻人沟通 然后去应声话题出来 那反而会落得这个反效果 所以我们一直努力 希望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怎么样再更进一步呢 这一次这个中央委员 其实我也有选 那是我第一次选党职 那刚刚年宏哥有问我 就是直下市的议员是当然党代表 那中央委员必须在加入这个选举里面 那大概一个多月的时间 大概会去拜访一下 全台各地的党代表 那昨天确实有很多媒体在讨论说 这个第一名跟第四名的人选 这个遭人非议 简单来讲媒体是这样说 那站在我的立场 我必须要说就是 这个是党代表投出来的 党代表就是选民 那没有一个候选人有能力去检举 或者去检讨其他的候选人 可是对于这样的选举结果 我真心虚心接受在座所有的人的任何评论 我都愿意接受 所以贝君你觉得中央委员第一名徐真卫 第四名傅昆奇 这样对年轻人会很有吸引力呢 我还是要讲这个是党代表 也就是选民用选票做出来的结果 那我尊重因为我是候选人嘛 我尊重这样的选举结果 可是同样的我也尊重在场所有的人的任何样式的评论 那但是选举的方式 我必须进一步说明一下 当然这次有很多人讥讽就说 你这个是不是登记就等于当选 你从数字上面来看 选199然后再加上候补 确实是大于去登记的人 可是为什么会这么少人去登记呢 其实不是所谓的跳船潮 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跟钱有关 各位知道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党产非常拮据 所以这一届参选中央委员非常落实要求 要先把过去的责任额缴清 还有下一个年度的责任额缴出来才可以去选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来选的中央委员如果他是有钱账的话 他一次要缴30万05千才能参选 那为什么我可以去登记不是我特别有钱 是因为我是国民党的党公职 我本来每年就都要缴这个募款额 所以我花5000块就去登记 所以我没有这种一夕之间要缴30几万的问题 那这个大家讲说世代断层 我觉得确实国民党现在这个选举结果 也许不是很多人满意 没有办法让大家都幸福 也或许和现在社会上面的期待 有很大的落差 但是这个改革虽然慢 但是一步一步也在走啦 简单来讲好了 这个190个当选的中央委员 我刚刚看了一下有31个是青年包括我 所以也许这个改变不是很急剧 也不是很明显 但是起码慢慢有在落实 那希望有这个 让社会可以接受的那一天 那现在待会我们知道 这个差距跟民进党还差太多 跟年轻人沟通的语言 跟年轻人沟通的议题 这个都还是现在国民党党中 正在摸索当中 可是我觉得 大概不会有什么改革 是可以一步到位的 但是起码我们愿意去做嘛 就先试试看这样 所以你觉得 国民党应该要做哪些改变 才会让年轻人重新去认识国民党 其实国民党以前 马英九200812两次选总统 是有得到年轻人支持的 并不是从来没有过 所以到现在也不过才十几年的时间而已 事实上刚刚这个 任俊哥说两岸议题可能不一定在 很多人身上有共鸣 可是两岸议题确实过去在论述的时候 我觉得曾经是国民党的强项 因为这个可能可以联动带动稳定的经济发展 可是在这个时代变化当中 它开始变成 我觉得走向不太一样 然后在大家心中的定位也不太一样 当出现这样的变化的时候 本党的说法没有变 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上民众的期待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落差 那很多人会跟我抱怨说 怎么好像看来看去 每次都是差不多的人 我这次选中央委员 其实我自己也替我自己捏一把冷汗 因为这是我没有尝试过的事情 然后说实在的我不太确定 从哪里努力是有效的 你说选议员我知道去菜市场 我知道去站路口 可是选党内的职务这件事情 对我来讲 即使是我 我也还是觉得是一件摸索中的事 所以我们几个 这个18年一起选上第一届议员的 台北市议会的同事 就一起努力试试看嘛 比如说党代表打电话 一个一个试试看能不能这样沟通 然后告诉他说 我想要做怎么样的改革 有没有机会 那坦白说啦 票数都没有很高啦 我大概500多票 大概排行195排161 没有很高 但是选上我也松一口气 那起码这个代表 我选前希望承诺说 我们选上中央委员 那有机会跟党中央更多建言的时候 是不是有洗心革面或是改变的机会 就来尝试这样子 对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我们现场最年轻的 应该是朗东应该比三田 比摩依要大一点 自己也是年轻人 三田摩依 你是你今年才三 你是1990年 90年32岁 所以今年才32岁 没错 好 你先撇开你民进党员的身份 先回归到一般年轻人的身份 你觉得就像你们这种30岁或20几岁年轻人 他们对政党 什么样政党做什么样的事情 才可以得到你们的欣赏 其实我发现 从过去到现在 其实一直有慢慢慢慢的改变 年轻人从过去对政治比较冷漠一点的 然后慢慢可以在318学运 或者是就太阳花学运 甚至反送中大游行那时候 那时候我也跟游席坤院长 一起跟着他们大游行 我就可以感受得到说 年轻人真的对台湾这个主体意识 对这个国家 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关心 这不只是在国际上 还是在台湾现阶段这个方式 年轻人真的越来越关心 这个我们台湾的这个政治 那为什么民进党跟国民党之间 有刚刚所佩军讲的 为什么会有一点差异 还有黄哥刚刚讲有点差异 就是我认为民进党觉得 我觉得民进党比较愿意跟年轻人对话 甚至愿意给年轻人有更多更多的机会 来参与公众事务 我觉得这是年轻人最关心的 因为这我们也包含在其中 我们虽然是年轻人 但是我们想要对国家意识 或者说对国家未来的公众事务 越来越关心 这是民进党可以给年轻人更多参与的机会 有被重视的感觉 我觉得是有的 那你现在自己准备决心要从政了 就是说你在民进党内 因为你也没什么派系背景 然后也没有什么 爸爸妈妈也不是政治人物 我们家绝对都不是跟政治有任何关系 那你觉得在民进党内 年轻人从政的机会相对大不大 我觉得相对来讲是 如果说跟国民党比较起来 是大很多的啦 因为以2018年为例 就拿民进党的这个 跟国民党之间的那个党内初选来讲 其实我觉得就有很多不一样的差异 因为民进党党内初选是从 由现任的 现任跟新人一起下去 做一个党内初选的机制 所以我觉得生态来讲 相对来讲是会比较健康的 而且是鼓励更多年轻的候选人 更多年轻人来参与 无论你是素人也好啦 当助理也好啦 你是更多机会 可以去参与这个政治的 那又加上说 因为磨一今年是32岁嘛 那民党也有鼓励 这个青年参政的这个制度啦 所以是新人首次参政 你是加10% 那如果说你又在35岁以下 你也是再加10% 等于是相对来讲 你更愿意给年轻人 更多更多的机会 所以你参加初选民调的话 等于是你可以加20% 对可以加20% 因为你是新人初次参政 又是35岁以下 对这等于是新人红利啦 但因为我们没有像现任来讲 这么多的优势 可以跟选民更多互动的机会 又加上说今年跟去年 跟今年都有疫情的关系 其实有很多地方上的 阿伯大哥大姐 可能不太认识我们到底是谁 对所以其实如果我觉得 有这个红利对新人来讲是有一点 算是新人红利有点安慰啦 但是其实真的还是要靠这个 曝光度跟知名度 其实加20%蛮多的 其实他只是母数再加1.2啦 但是其实 其实蛮多的 可是现任优先 就是他们有更多跟民众 因为我们现在市场都绑死了 你们初选有时候 因为议员是多席次嘛 是 有时候可能你假设 你是板桥区 假设你们板桥 我随便假设 要提名6个人 也许第7名跟第6名 他只差百分之零点几 对这好像就差两通电话而已 就只差百分之零点几 但是呢 第7名如果加20%的话 他就会把第6名挤掉 所以是提名跟不提名中间 差别很大 所以不过我觉得给年轻人机会 是好的啦 因为国家将来就是要交给年轻人嘛 对不对 老人该退休就退休了 我好像在讲我自己 不过就是传承啦 传承的经验啦 对就是说 年轻人有年轻人的想法 但是我觉得年轻人最可贵 就是他们不怕犯错 就他们勇于尝试 这一点是最可贵的